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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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龟的五个蛋 有没有他爸爸的五个蛋 五个那个龟孙子 傻傻的 你自己异梦不要乱异啊 一出来被人家一笑大方啊 是的 我们都很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要打电话问师傅 因为说实际上就是严寿呀 一般这样这种乌龟的蛋白就是严寿呀 听得懂吗 嗯 好吗 听得懂 嗯 反正是不开始 然后下一个梦是 从说梦到去放生 本来很大很宽的河 现在变成了小沟渠 现实中去放生的这条河很宽很大 请师傅解梦 这个放生的地点有问题 换一换 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些麻烦 可能胡萨就告诉你们 可能有人下大网吧 捕鱼啊什么 嗯 好 下一个梦是同修上香时 求关心菩萨托梦告知 业障比例和小房子质量 以及修到什么程度了 晚上梦见有人告诉他 你设计了全世界最大的摩托车 可是一看 是一艘斩金的大船停在铁路上 意念说那是做梦人设计的 请师傅解梦 啊 这个就是说 他的抱铺很大理想啊 理想抱铺都很大 哦 好 嗯 当然师傅开始 下一个梦是 同修梦见想在房间换内衣 这时他爸爸进来了 然后妈妈给了爸爸一条内裤 一件粉红色的 粉红色的转袖衫 还帮爸爸系上皮带 现实中 妈妈已经许愿清修了 请师傅解梦 再讲一遍好吗 嗯 对不起 同修梦见想在房间换内衣 这时他爸爸进来了 然后妈妈给了爸爸一条内裤 一件粉红色的转袖衫 来帮爸爸系上皮带 现实中妈妈已经许愿清修了 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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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的这个思维还不够干净 哦 好 就是要继续努力 你赶紧师傅开始 你下一个问题是现实中的 然后同修给孩子买了 儿童的帐篷是原型的 帐篷上面还挂了彩灯 放在课厅里 请问从学学学学学上 在课厅里放帐篷好不好 从学院里讲放帐篷 当然不好了 嗯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房间里放小帐篷的话 就是阻碍重重呀 哦 阻碍重重的意思 那你好的 那你那你夏天实在不行的话 你晚上把帐篷架子搭着 你把那个帐篷兴起来 到了晚上的时候放下来 因为有蚊子的话 你当然这个这个跟菩萨请 请个安老讲讲还是可以 哦 好的 咱师傅开始 下一个问题是 有个患抑郁症的同修 他吃药吃了四年多 求菩萨通梦是否可以提药 梦道在医院拔牙 顺利爬下来了 请问师傅这和停药有关系吗 那当然了 停了呀 嗯 哦 好的 那他就是可以停药对吧 对呀 拔下来把事情解决了呀 这还不懂啊 嗯 哦 感恩师傅开始 嗯 还有个故事中的问题 请问在网络上 同法住人是属于基因德 还是基阳德呢 基因德又基阳德啊 双德呀 全部都德 嗯 因为杨德的话 让人家破迷开悟 阴德的话 你救了人了呀 嗯 让人家消化皆 化消灾解难了呀 嗯 哦 好的 那如果是 面对面度人是属于阴德 还是阳德呢 面对面度人也是 皆阴德皆阳德的呀 所以为什么度人厉害了 他双重德都基的呀 你先想看你救了他 他现在现实生活他想开了 他在家里不烦恼 不痛苦了 对不对啊 基因德的话 他化解冤解的呀 嗯 对 好 呃 那如果别人不知道自己做的风德 是属于阴德还是阳德 不知道 也会有阴德 也会有阳德 你只要去做 哦 所以为什么菩萨叫我们之外 耕耘不问收获了 嗯 对 好 感恩师傅开始 还有一个梦境是 从修学佛一个月 想知道念了多少小房子 放生多少条鱼 做梦有几张白纸 分别写着 六十六点六点六十六 好像有小数点 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六十六点六十六啊 嗯 这是六六点六点六六 啊 大顺的 开始顺利的 嗯 就运了 哦 就是开始顺利了 哎 六六大顺 这还不懂啊 嗯 哦 懂了 明白了 但是师傅自卑开始 啊 师傅我这边 就是有一个同修 他刚学佛不久 但是他非常精进 他现在有一些烦恼 师傅能不能给他 开试两句 啊 师傅你好 哎 嗯 喂师傅你好 哎 你请讲 嗯 你就是我 我那个 你来到黄宁海岸 你接受心理法 没两个多元 假如今天到学的 我原来的时候 在家里 我老公打我 我心想都是八分的 好几分 我来到这儿以后 带着学 在这儿上学 我老公现在还是 打电话 骂我 如果 那我不要 我过得去 得到 别人 他在家里 还有别的女 你觉得你没学佛 之前他这些毛病 没有的 有不了 我问你有不了 我老 不是早就有了 有 好了 我问你啊 我问你啊 就像你现在举个简单例子 你没看病之前 你这些病都有的呀 你看了毛病之后 医生告诉你 给你吃药了 现在刚刚开始学佛 你刚刚开始努力吃药了 你现在问我问题 不就跟这个道理一样啊 马上会好不好 要不要坚持了 现在我举例子 你听懂了不 听懂了 听懂了 你本来不看病 不吃药 你还没救呢 你现在学了佛了 你想会慢慢想通的 你老公有女人了 就你一个老公有女人了 天下有多少老公都有女人了 你自己今天走到今天 他敢打你 他现在他现在打你的话 你自己嘴巴不见了 你过去嘴巴好过了 你自己讲啊 你过去嘴巴好不好了 我知道了师父 你知道了 你不说自己错了 你说你知道了 你是个好人吗 自己知道错都不肯认错的人 你怎么叫人家认错啊 我错了 我错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要想度别人 要想让别人好 你要求菩萨的话 你先要变成好人啊 嘴巴不要乱讲话 不要乱骂人 自己在家里就是经常的 长期的累积 那些对他不好的冤结 冤气 整天讲啊骂呀 人家当然出去找了 找了吗 嘴巴你再骂 再骂了就离婚了呀 自己要懂的 所有的因都是自己种的 因果因果 他不好 他自己受报 有多少人自己受报啊 他想看到很多男人 自己生癌症就死掉了 那时候他开心 还是你开心啊 你现在不停地诅咒他 说他不好 哪一天他死了 你连个老公都没了 你现在至少这么个 还是个完整的家 你在闹什么 有什么好闹的 我知道错了 师父 你现在如果老公 老公离开你了 你再闹下去 他离开了 他就跟小三走了 你怎么样啊 你现在好好的 自己忍辱精进 宵夜 他慢慢的跟人家 有冤结爆发了 他回来还是原来老婆好 你不是又是个完整的家了吗 人生不就是 人生不就是迂回吗 就不就是轮回吗 要这样啊 你看看你自己的嘴巴 你不好的 你过去骂了多少人呢 你跟你老公打你 你告诉我 你一句话都不讲他 你不骂他 他会打你的 吵吵吵到后来 那么他就打了呀 对不对啊 还不承认 你这脾气算好孩子 学博人要首先 从自己身上找毛病 个人业障自己背 对不对啊 你诅咒他好了 他现在不好 你诅咒他呀 让他早点死掉好了 他死掉 你连生活费都没了 嗯 怎么想不通的 你自己跟他有冤结 你不知道的 嗯 他命更当中 如果有两个女人 三个女人 那是他的命 你自己要学会忍耐的呀 没有办法的呀 然后你坚持到底 那么他还是跟你好呀 只能这样的呀 很多人坚持不了 跟人家分居的呀 跑掉了呀 不跟他住在一起的呀 嗯 听不懂啊 听懂了 师父 你自己想一想 他们现在还在中国和我儿子 有什么关系啦 多了这种家庭 现在这个社会 只有面对现实 你解决不了怎么办 自杀 嗯 自杀没忧郁症呀 听不懂啊 嗯 你想做忧郁症啊 不想 实际上已经忧郁症了 不知道啊 你在这样的话 你不是伤害你女儿啊 你跟女儿在这里啊 对 对对对 你在这么弄下去 把你女儿都弄坏掉了 听得懂了吗 他想想开了 讲老实话 老公能跟你一辈子不了 老公你嫁给他 他就是你的啦 要走就走掉了 现在的人 你现在还没走 你就要感谢菩萨保佑了 听得懂了吗 嗯 多少人那么早就走了 人家那么早就是寡妇了 你现在 你现在是半个寡妇 听不懂啊 你还有机会 把她变回来 这叫懂 懂道理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嗯 好了 感谢 听懂 这是要懂这些道理的 明白了吗 啊 嗯 红法只是刚刚开始 就像吃药一样 刚刚开始 明白了吗 吃药吃到后来 那么病就会好了呀 你现在吃了两三天药 你说说看 你哭什么 什么好哭啊 你没有看病之前 你没有病的 嗯 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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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博之前 你老公没有小三的 你要是在 你要 对了 你再不好好学博的话 人家小八都有了 听不懂啊 嗯 好了 现在明白了吗 好 啊 明白了 想通一点 想通一点了吧 想通了吗 嗯 嗯 哦 好 要好好的 这个世界上 每一天都在变化 都用不着担心的 嗯 过一年 可能就 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你好好努力 一年之后 不是这个样子 你不好努力 一年之后 连你都没了 听不懂啊 嗯 嗯 听懂了 好好努力 好了 再见了 嗯 好师父 感谢师父 大家知道吗 大家亲眼都看见了 师父怎么救人的 我告诉你 一个人 想不通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喂 你好 你好 师父 师父 你好 感恩福德 感恩师父 啊 请讲 你只叫师父 请安 嗯 师父 你好 好想你 好久没打通电话了 师父 啊 师父 师父 你好 嗯 我有几个问题 想向师父 请教一下 请讲吧 我在白话佛法 第五次后面 同修分享 说念几节奏的时候 可以拿一个红绳 记上很多 二十一个和四十九个节 然后念一遍 解开一个 念一遍解开一个 这个可以适用吗 这是很早很早的时候 最早学佛修心的人 怕自己思想不集中 听得懂吗 怕自己思想不集中 控制不好自己的思维 最早的时候 曾经有过这种方法 教大家的 如果你现在 想用也是可以的 一边念经 一边解结 你念解结奏的时候 就可以自己解结 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同修有一个梦 想这样师父解一下 他梦见一个同修 让他来包粽子 然后他包了一盆 之后呢 转过一个画面 还有一盆姜米 上面还有几个红枣 泡在那里 然后这个同修告诉他 你继续给我包 他说这个名义已经坏了呀 同修说没有坏 你包吧 结果一会儿 师父你的 法身就过来了 告诉他已经坏了 不用包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师父 坏了就这件事情 没有希望了呀 不要再去 不要再去纠结那件事情了 已经没希望了 感恩师父 师父 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就是我们 有很多师修 就在这个固定的地方 去放生 结果我们最近发现 可能水质有问题 好多鱼和乌龟都死了 之后我们大家许愿 念往生咒 这个我们念多少盒事 是所有人都念吗 什么东西死了 鱼和甲鱼都死了 放生啊 啊 这个水质可能有排污 现实生活啊 对 现实中 啊 那不行 那这个不好 嗯 每个人都需要念往上搜吧 多念一点吧 换换换地方吧 好吧 好的好的 我们今天已经换地方了 嗯 哇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我还想有一个问题 呃我做梦的时候 永远都是黑的 而且好像永远都在忙着什么 也不知道忙什么 而且梦到有时候师父也在 师父在呢 永远是跟别人在交涉什么 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这些梦境 为什么永远是黑的 不好啊 说明你心中的这个这个负能量太太重了 阴气太足啊 黑的全部都是阴气啊 是的 师父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你 你在两年前已经给我看过 告诉我好好念经 我一直在念 嗯 现在跟之前就下降头那个人 他给我封什么地府的什么关有关吗 给你下杠头的话 就是在他弄你啊 弄你的话 这一定有关系的 就是说他已经把你封死了你的阳间之路啊 所以你下辈子如果 你这辈子不能化解的话 你下辈子连人都逃不了啊 对了 师父我非常痛苦这件事情 而且我做梦梦了两次 好像在梦中就是要过海关 就是过不去 我在拼命地找人 怎么让他们过去 你现在好好念经啊 你小房子念得太少 姐姐就念得太少 我现在每天一百零八遍可以吧 是啊 一直念下去吗 一直念下去 你那个礼佛呢 礼佛呢 礼佛我每天五遍功课 五遍至存 你要讲的 你自己要讲的 你讲了菩萨保佑 我今天念多少多少遍 什么什么什么要这么讲的呀 明白吗 好的好的师父 那我小房子 还需要多少 那就划几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啊 小房子啊 嗯 小房子你至少 一直要念的呀 小房子一直要念的 嗯 是是 那我就一直不停的 不停的 永远这么念 小房子你比方说 先念八十八章 最好能够解开到这个杠头 好吗 好的好的师父 哦 那我就许愿念八十八章 嗯 师父 还有一个梦 你在那个 呃 解梦的时候说过 就是说我的 业障很难消下去 那我如何在求菩萨 怎么才能帮我把这个 难消的业障消下去 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许愿念经放生呀 就是这个呀 被人家下杠头的话 这个业障很重的呀 你被人家吓到了 就说明你本身 也不是太好啊 你有 比方说人家要搞你的话 你至少也有毛病 被人家搞呀 这还不懂啊 是的 是的师父 我错了 我我忏悔 你要是没毛病 人家怎么搞你呀 对不对啊 师父 对不起 对不起师父 好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啊 师父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讲啊 讲啊 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师父 好了 我向你忏悔 我错了 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师父 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我现在知道了 我在许愿1008遍 礼佛大忏悔文 我每天坚持念受 好 师父 对不起 对不起救命之恩 我错了 我一定好好改 感恩师父 好 再见 好的师父 再见 再见 知道错了 还能改 很多人到今天 还不知道错 你叫他怎么改啊 喂 你好 哈啰 你好 你好 嗯 越变越聪明了 越变越聪明了你啊 哦 嗯 我一看到改快清 怕乌兰慢一点 就改掉了 太大 嗯 太大 嗯 啊 天几天 他住的那个 起源 1000张小房子的 他不过10天 如果帮他 叫公司会 切人 才敢 能不能叫公司会 把他到 米图 切一张子 切在那边 比较容易 切人呢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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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公司会的人 讲没有这个规则 他讲不可以 不敢 这样 切人哦 可以的 嗯 可以啊 这样我跟他讲一点 嗯 有台胆 讲这句话 就比较容易了 讲什么 讲什么 台胆 如果我讲台胆 可以 人家的名字在那边 他要切人小房子 要 急的 什么叫留他的名字 在那里 没有 他的名字啊 因为他要切人小房子啊 嗯 别人家知道 他要切人小房子 比较容易 如果认出他的哦 这个我认出的 可能他会给他一张 哦 是这样啊 你这个意思啊 啊 小房子 这也小房子 你叫 你叫他可以 可以说我希望 不管认识不认识 我希望有点小房子 结缘 不是希望 请求大家帮助 把事情写出来就好了 不要说认识不认识 人家 人家没有分别心的 愿意吗 就愿意了 哦 这样我有分别心 然后台胆 哎 你不能这么自说自话的 明白吗 可以啊 可以写出来啊 可以啊 明白了 台胆 他叫我 如果接人到小房子 叫我去 公主会帮他烧 我能不能帮他烧呢 会被多重的业呢 台胆 业肯定会被的啊 不会很重啊 不会的 因为你是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总是好事情 哦 不是很重 不是很重 就是不怕 台胆 如果我帮他累积 变了几张 我能不能在家里烧呢 可以的 可以啊 不用拿到东西会去烧 就是说你在家里烧的话 你就比较压力 就是接缘就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你的 可能更容易 帮他背 哦 这样拿去公主会吵了 比较好咯 对啊 对啊 好 明白 通俩 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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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修梦道师傅在梦中开释 说 另外 对对修经文是可以很好的 很好的洗修 通修当时问师傅 师傅 说 诶 讲错了 通修当时问师傅 说如何洗修 师傅说 师傅会什么研究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师傅什么研究啊 研究那个 自修经文 师傅说会深入研究这个自修经文 自修经文啊 啊 通修问师傅如何祈求 师傅就这样回答他 自修经文啊 啊 不知道 我这话都听不懂 那自修经文 他人 他人 大别做 大别做这种的 清新这种的 他人 讲话都讲不清楚 就修经文啊 你说 你说你现在 你现在的毛病你知道了吗 就是 人家听不懂你讲话啊 所以你拼命的努力帮人家去 帮人家去打电话 打了台场听不懂 你说可怜不辣 你还不如叫他们自己打呢 告不清楚啊 他们的学习是他一种自修新闻 他只是写上 他在梦中梦到之后开始说 认自修新闻是很好的祈求 念自修经文是很好的祈求 那是对的呀 对的呀 那当然了 你念自修经文不叫祈求啊 你念了自修经文之后干什么还不知道啊 我问你啊 念了自修经文之后你想干什么呢 讲呀 我讲到台湾人为之后呀 念了自修经文不就是为了 为了保佑自己啊 否则你念经干嘛 讲给我听啊 明白了明白了 但是师父说他师父会 神木研究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神木研究就是说 师父要 在这个问题上要告诉大家 如果多念自修经文的话 就是储存自己的功德呀 就是资粮道呀 就是学博的资粮呀 明白了没有了 明白了明白了 台湾 认识对修新闻 认识弦和操识对修经文 该如何举行比较好呢 台湾 听不懂 认识弦和操识这个对修经文 该如何举行 不要操识谁叫你操识的 没有操啊 用火烧给自己呀 好像烧掉 自修经文 话讲 你想求什么就求什么呀 哦 哦 明白了 台湾帮我学梦 有几个梦 我梦定有几个人叫我出去玩 我讲我要带一个讲话 他舌头出去 来到一个楼上 这头是讲呀 在这里有鬼叫我赶快走 我就叫他们走 他们不走 我自己走了 跑出去 我看到楼下全部 很饱满的那些灵性 我不知道我在内怎么 经文变了很久 那些灵性就不见了 这个好不好呢 这个吗 这个就是你帮人家挡灾呀 哦 你反正都看到这么多鬼 总不是件好事啊 你看到菩萨就好了 你看到鬼你说好了 我梦不到菩萨啊 台湾 梦不到菩萨 说明你不像菩萨呀 你像菩萨才梦得到的呀 我明白了 我梦定我在一个台湾 第二个梦 我梦定我在一个路上 一个公路 我感觉有怪物要 要吃门 我要赶快逃跑 我都 我驾一驾车 驾到很快 然后我驾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海上 也是在坐着摩托 放入那个摩托 没油了 我爬到 我跑进树林 我爬到树上 我要找吃的 又下来了 看到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 我想喊的时候 我看到老师把那个学生吃掉 那个老师看到我 鬼啊 梦见鬼了 吃人的还不叫鬼啊 这还不懂啊 梦见吃人还不叫鬼啊 所以你那么老梦见鬼的话 你哪能念梦的叫菩萨啊 我太多不懂你修了 太太 修得不好啊 所以修得不好啊 嘿 脑子坏掉了 太太 我梦见我 今天早上我梦见我父亲 他讲 他要 叫全部人搬出去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父亲还活着不呢 过世了 过世了 前两个礼拜 我梦到他 他在骂 他讲没有人帮他救过 我认了五三小房子给他 以前在工作堂 他讲叫全部都搬出这个屋子 叫你搬 叫他们全部搬出这个屋子吗 就是你房间里还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啊 哦 好了好了 自己好好修啊 你真的最近不好啊 搞一搞不清楚 你这个人 我吃的不好 才打 让我开两句 让我吃好一点 好好修啊 真心忏悔 失心悔改 听不懂啊 好了 在哪一方面呢 开展 各方面 全方面 嘴巴不乱讲 脑子不乱想 行为不乱做 听不懂啊 好了 再见了 感恩开展 喂 你好 师父好 师父好 师父挺安 请师父开始一下问题 同修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第一个问题是 同修的右眉毛中 有一颗小 就是类似于质的东西 是不是代表有权利 对的 有权利啊 如果他是长在右眉毛的上方 代表什么 左眉毛的上方代表什么 左面和右面 男左女右 如果是左面的话 说明他如果是个男人的话 他的权利更大 如果是右眉毛的话 那么权利小一点 听得懂吗 如果一个男人一个字 长在右面的话 那么权利还是有的 管女人 如果一个名模长在左面的话 是管男人女人都管 听不懂啊 听懂啊 好的 感恩师父开始 还有就是 同修想问 如果是揭露别人贪污腐败 这个算不算因别人 像这种事情们很难讲的呀 对不对 有那么是冤解 对不对啊 你从人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你说 对不对 护法神都会惩罚他们的呀 他们自己因果 自己背不就好了 你去动人家因果了呀 你把他们家当中的家破人亡 那你 你这个是不是动人家家里因果了 哦 对 我们学博的人 护法神都会惩罚他们的嘛 护法神惩罚就好了呀 嗯 就像有很多事情一样的 对不对啊 警察管的事情你去管 对不对啊 对 那你说管好吧 建议永违也是好的呀 但是实际上 有些事情 可能还没有到 警察要管的地步了 你管得早了吗 你就 不是动人家因果了吗 哦 明白了 还是会动因果 那当然了 肯定的 嗯 接冤仇啊 动因果接冤仇不懂啊 哦 以后哪一天被人家搞的时候 还不知道 出自己出了什么毛病呢 对不对啊 那纪委他们都会查的嘛 很多事情 对不对啊 警察都会查的嘛 护法神都会查的嘛 嗯 你这么去搞搞搞搞搞 而且你不了解情况 对不对啊 你说好了 我不知道啊 嗯 明白了 对对对 很多是一面之词 自己了解的并不全面 其实 对啊 并不全面也会害人的 嗯 明白了 嗯 感恩师傅开始 接下来的问题是 同修的妈妈性抱叫 如果同修梦到妈妈不好啊 是不是要告诉他妈妈 让他妈妈自己按照 抱叫的方式来处理啊 可以啊 告诉可以告诉的呀 他妈妈相信就好了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还有个问题是 入门手册中讲 劝导声文做一个月 要停一周再继续做 啊 同修的佛台在公司 周末两天休息 所以不能做 劝导声文 他想问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也要做一个月 停一周 要的 也要是吧 好的 啊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 有两位同修 有神通 有时候会忍不住 把自己看到的 告诉别的师兄 现在这两个人 想去法会 呃 带队的同修 请问 带他们去参加法会 会不会悲业 也没什么悲业的 第一 他们不乱讲 第二 他们不敛财 就可以了吗 嗯 看得到的人 忘了 他说明至少说 他们当然了 不能乱讲 因为他们身上 不是菩萨了 鬼们在他们身上 也看得见了呀 嗯 就是他们现在情况下 他们会忍不住 告诉别人 就是去之前 跟他们先关照好 不可以讲 才可以带他们去 对吗 对呀 你你忍不住的话 就是出事呀 你忍不住的话 你乱讲的话 不动人家因果了 嗯 明白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嗯 还有同修 梦到别人嘴巴上下 长了两颗痣 这不是在嘴唇上 在嘴唇的上方和下方 这是什么意思 嘴唇的上方和下方 是吧 叫他好好 去做梦 要懂啊 他的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呀 成功也是嘴巴 失败也是嘴巴呀 哦 哦 明白 就是说 呃 要注意口也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成功也是他嘴巴讲出来的 最后倒霉也是他嘴巴讲出来的 听不懂啊 不懂 好 听懂了 听懂了 嗯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同修想问 他的吊坠是在观音堂请的 观世音菩萨的吊坠 但是他梦见 吊坠后面有一个泰国和尚的坐项 请问这个还可以继续办吗 你说呢 你都不知道何方神圣 你挂一个泰国和尚 对不对 他梦见呢 做梦是吧 做梦 那你为什么问我还能不能带啊 就是是不是他这个里面有有有灵性啊 因为这是观音堂请的 观世音菩萨的吊坠 那就是进入了那就是进入那个泰国灵性啊 哦 哦 那他是念经后继续带还是先先不用带啊 这个 念经之后啊 现在没关系的 念经啊 超多就好了 超多就好了 哦 好的 感恩师傅 嗯 还有就是同修梦见坐在沙发前 突然地面变得像沼泽地一样 人就往下陷了 然后他就求救 沙发后有好几双手把它拉上来 他很轻易就上来了 脚上都是淤泥 把沙发踩脏了 他就去清洗 现实中他正在做两件事 第一他想改名字 求不下托梦 看名字好不好 第二 他刚使了一波组合 给那个旧房子的药菌者 希望能房子早点卖掉 他不知道这个梦 是跟哪件事有关 都有关 都不好的意思啊 对经文组合就是叫你要好好消业障呀 哦 那就是他还需要去努力的呢 因为他梦见 掉进沙发地被人拉上来了 嗯 沙发地面就是他 被诬陷进去的呀 也就是说他 可能在生活当中不是太顺呀 哦 哦 哦 就是继续让他念经 那他那个名字 是不是也不好的意思啊 对呀 哦 好的啊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同修梦见 师傅帮一个人看图腾 师傅很不开心的 跟那个人说 你经常在同事面前想法 然后对方就坐在椅子上 脸长胖了 现实中师傅 给他看图腾的时候 说他很努力 做了很多功德 请问师傅 这个梦是什么 这梦就是他 现实当中和 真的真的实际当中 还是有差别的呀 嗯 不够呀 不够呀 就是还是不够呀 哦 听不懂啊 还是不够 就继续努力这吧 师傅 对呀 那就是还是有问题的呀 也就是现实当中 哦 是现实呀 听不懂啊 就是说 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一个人 有时候 有时候 比方说 让人家感受到 感受到 这个事情 现实当中 他好像很努力 但是实际上 师傅 因为有时候 比方说 帮你们看的话 我说 啊 这个人蛮好 人家告诉我 这个人蛮好 我说 啊 这个人蛮好 是蛮好 实际上 这个人好不好 也是还是 还是有问题的呀 不一定完全好的呀 哦 你懂我意思吗 哦 并不是说 他 你们大家说到好 他就好啊 明白 哦 明白 感恩师傅 就是梦中的 还是要当心 这个提醒 对啊 就是这样 感恩师傅 还有个问题是 嗯 好几个同修家的格局是 你进门 大门冲着卫生间的门 嗯 他们在想 能不能就是打印一个 山水画图案的 门帘 布帘 挂在这个 呃 厕所的门上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或者 呃 可以吗 可以 好的 因为山水画的门帘 布帘 你动啊 动不好啊 哦 就是会动 山水画好啊 你挂在门帘上面就好了 你不能动的呀 就挂在门上 哎 你飘来飘去当然不好了 嗯 好的好的 就是主要就是挂山水画 不要再去搞帘子 对吧 对啊 对啊 好的 哦 感恩师傅看事 还有个问题是 呃 同修想问 嗯 他说哲学家是因为常常去思考 但是思考是属英呢 他想问这种 丝英的 呃 和女人 女人讲话那种很假的英 有没有区别 那是不一样的概念的啊 思维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一个我们说一个思维体 所形成的一个啊 我们说一个旋转的旋转的思维体 旋转的思维体是什么呢 就是说看你旋转到哪个位置 你看过人家不是弄个转盘吗 对不对啊 嗯 你转到阴的地方你就是阴 转到阳的地方就是阳 它本身这个转盘 它不不阴 不阴不阳的 你比方说你 你思维 脑子里思维一些正常的东西 好的东西 正能量 那你就是很好 你如果脑子里思维那些不好的东西 你就不好 听不懂啊 嗯 明白了吗 就是这么简单 也就是说 你脑子里比方说思维 我要帮助别人 正能量的东西就特别善良 正能量就充满 如果你的脑子里呢 一赢呢 对不对啊 你不就一年当初就是阴了吗 一年当初就邪了吗 那你不就是 负能量开始了吗 并不是说思维不好 而是说思维什么东西 才会造成你什么样的果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傅开始 感恩师傅 嗯 还有个问题是 呃 同学想问 老板办公室的桌椅摆放 有没有分水上的讲究 是不是可以背靠着窗坐 如果不能背靠着窗 呃 那是不是背靠着墙右边 就是右边是窗可不可以 背后是床 可以 每种比较好 可以可以 当然是右边靠窗户好了 你怎么给靠着玻璃啊 玻璃根本不靠的 哦 你看到过去电影了 那些玻璃窗的那种老板的椅子漂亮的不得了 进来就被人家这么一扫射就这么从玻璃上掉下去了 哦 实际上这就是风水呀 没有靠山的呀 靠山后面一定要尸体呀 哦 明白了 嗯 明白 嗯 感恩师傅开始 还有个问题是 同学改名字 他做了三次生文 在前写小房子落款的时候 不小心写了旧名字 啊 然后作废的时候 他就想 呃 改名有没有成功呢 当天晚上梦见一组字 三个字是 就是写三文 这三个字 这是什么意思 写什么 写字的写 一二三的三 文字的文 就写三文 要写三文 这样他把 暂时先把旧名字和新名字都放上去 哦 一起写 就写三文 实际上 就是没改之前的名字 和改了之后的名字 和现在的名字呀 嗯 好的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嗯 师傅 我在分享一个小事 是 就是我想分享的是 就是我们念小房子 不光可以救度我们人的生命 还可以救度动物的生命 因为我家里有一只 十年前 就是自己跑过来的流浪狗 呃 身体呢 一直还可以 但是最近突然之间有一天 不吃不喝 整个人就是发烧 本来想带他晚上去医院看的 后来我妈妈说 她说 呃 不如先给他念几张小房子看看吧 然后四点钟的时候给他烧了七张 过了半个小时 他就 因为师傅以前讲过 大概灵性可能会半小时之后收到小房子嘛 没想到半小时之后 他就 又吃又喝 把食物全部吃完了 身体也好了 就像没有生病一样的 所以真的是小房子真的是非常厉害 当然关心不错 这个 不光救了我们人的命 嗯 因为有时候灵性他拿到小房子 他就开心了呀 他就走的 走了嘛 你就解脱了呀 嗯 是的 是的 就是很多我们以为 去医院看的病 其实最终还是要靠经文组合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那灵性病你找医生没用的呀 你肉体病可以找医生呀 灵性病你还得自己解决呀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了 师傅 那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是肉体病还是灵性病 比如有的人去医院看了 比如说看中医看了一段时间 病没有什么用 也就是提醒他其实是灵性病 业障病 对吗 对啊 因为肉体病如果一直看不好 跟灵性就有关系的呀 他不走 他就一直搞你呀 他就不让你好呀 一般人家医生说我都帮帮你看的好的 为什么到你这个帮别人都看的好 为什么到你这里就看不好了呢 没办法 对 对对对 哦 嗯 感恩师傅 师傅还有就是 呃大家都对师傅之前闭关 就是大家都呃都都挺好奇的 师傅您能不能分享一下您闭关当中的感受啊 呵呵呵 师傅又要闭关了 呵呵 嗯 对啊师傅马上要闭关了 所以咱们现在节目问题很少 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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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有机会 所以你们要争取啊 闭关是什么 闭关实际上就是一种 一种我们说 内修啦 听得懂吗 嗯 度人 应该说是一种外修 明白吗 内修定 明白啊 外修禅 就是禅定啊 所以闭关他是所有的佛法界都使用的啊 一个人在人间因为因为你到了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你比方说五欲六成接触的太多了你不要被外缘内缘带走那你的心啊要静下来啊要有自己的觉知 所以呢 闭关的话呢就是自己呢啊不要去参加这种社会活动啊杂乱无章啊对不对啊 然后简单的方法我们说就是经常啊要啊吃的少啊脑筋动的少行为做的少啊然后呢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举个简单的意思怎么就是要沉淀呢沉淀知道吗 嗯 嗯 沉淀就是一杯水啊刚刚倒好之后不是有很多的水渣吗 就茶一样的你把它沉淀就叫闭关了沉淀下来了这个水不是清了吗 所以人的闭关实际上就是让你心变得更加清净呀 无碍呀 嗯 身体也会好心也会好一切都会好对不对啊 十戒清修就是一个闭关呀 首戒也是个闭关呀听得懂了吗 嗯 只是有的人比比一天比一个礼拜比十天都有 有的人比个一年十年都有的 他不想见人 哦 因为他自己信空了 他的心啊完全已经空了 他应该知道了这个世界生不再来死不再去 他完全已经策悟了 所以他就闭关了 他不想见任何人 他觉得人间对他来讲根本 根本根本就是说根本没有意思的了 所以他就破参是就是说你开悟了 你这个人完全参悟了佛法了 已经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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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自己的知见完全啊腾空了 啊 你闭关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对外界的魔障 所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全部啊 啊 全部把他们啊 推多推到外面去 也就是说因缘成熟啊 心中无烦恼 就是这样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师父就是说 闭关的时候会一直念经 但是这个念经的目的也是让自己真正静下来 对 是这个意思吗 直接静到一定的时候 你就开始 静到一定的时候 你就你就你就开始自己坐下来了呀 然后静的静下心来了呀 啊 最后还是要安静呀 你念经的时候心还在动呀 到了最后叫你如如不动了呀 射手六根呀 哦 明白了吗 就是 是不是就是像像以前佛陀传里面就是佛陀 打坐时候那种完全空啊 什么都什么都没有的那种 对呀 脑子里什么都没了呀 他完全正知正觉了呀 正知正见了呀 哦 明白吗 啊 明白了 嗯 感恩师父 这是一种高境界 我们也 高境界呀 嗯 就是说 是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说外面太烦了 你在家里 在家里自己好好修炼 不到外面就跟人家烦了呀 嗯 对 师父闭关的时候 有同修 有野学师父 可能闭半天啊 一天这样子 他们就发现 只要不看手机 完全不管 别的事情就念经 香就打卷了 是啊 就是 嗯 菩萨就鼓励大家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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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感恩师父 预祝师父 接下来的闭关 圆满成功 祝师父 把起安康 功力大大齐神 感恩师父 好啊 好啊 感恩关系 好啊 师父再见 好 再见 师父再见 喂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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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师父好 请讲 嗯 师父 我问几个问题啊 嗯 就是同修梦到 妈妈说 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同修小 妈妈都六十多岁了 养孩子还不到八十多岁 现实中 做梦人刚给打开的孩子 交送几拨小房子 请问是做梦人 做梦人打开的孩子走了 还是妈妈有打开的孩子啊 你再讲一遍对不起 哦 就是同修做梦 梦到妈妈说 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同修讲妈妈都六十多岁了 养孩子 那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 哦 妈妈的 妈妈的孩子 嗯 七十多岁的老妈妈都做梦 做到自己打开的孩子呢 什么稀奇了 嗯 嗯 嗯 好的好的 反正师父 准备开始了 还有就是 有一个梦 梦境 同修梦到原来的房东 开的定金收条是假的 就是做梦 可能没法 可以定金 警察说房东犯法 还梦到在那个房子的佛台着火了 菩萨像掉下来三个 只有观世音菩萨像没掉 意念是灵性导致的 做梦人赶紧灭火 看到佛台还结了一朵火红的莲花 做梦人是这几天问菩萨自己的莲花怎么样 请问这个梦什么意思啊 这样不知道 家里有灵性啊 嗯 哦 那这个梦和莲花没有关系对吧 没有什么关系 他家里的房子里有灵性 嗯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还有师父 那个同修长问 家里是完全不能放假花 对不对啊 可以放的 嗯 哦 可以放假花 真花假花都可以放 嗯 那像假花的话 哪种比较好啊 假花就没有什么好的 哈哈 你就问我 这个人假的有什么好的吗 哈哈 假的还是假的 啊 对 嗯 明白了 好的好的 还有就是 呃呃呃 等一下 看一下 想想问一下 就是有一个同修 他呢 就是最近 呃 最近特别的麻烦 就是和先生 结婚至今已经13年了 但是呢 他在没有孩子之前 他们是很和谐的 然后 但是从去年开始 经常的吵架 然后今年 这个同修的先生 跟他狠狠的吵了一架 之后搬出家 起初的离婚 然后这位女同修呢 他在职场上是特别优秀 很强势的 难免在家对先生 也是有一种强势的这个一面 有时甚至会在外面 不给先生面子 就可能九二九十就这种 就爆发了 然后呢 目前的现状就是 同修的老公对孩子 不理不睬 对同修更是 呃 反差很大 就变 坚决要离婚 然后 然后 就是呃 所以这位同修现在很迷茫 想师父能不能给他开示几几啊 师父还有挽回婚姻的可能性啊 他自己啊 他改变了 老公就改变了呀 他不给老公面子呀 你是谁呀 这个女人 你在家里 你在外面在凶 你回到家就是个女人 对不对 你不给老公面子 人家给你面子啊 没有一个男人 他愿意这么找个领导来管他的呀 所以为什么现在男人不肯结婚了 怕找麻烦呀 那么找个老婆就得找个领导一样的 天天妈妈 天天管 谁说得了了 嗯 是的 你叫他自己改变了吗 人家男人就回来了呀 这个男人走的还好了 还没开始找女人呢 对不对 有的人 是的 你在家里凶好了 你凶他到外面去跑 嗯 是的 这个童修的老公先是出去 因为他女的太强势了 然后 然后这个童修觉得可能会有第三者 但是 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这个女的特别的 难过 难过了 活该是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这么强势的话 人家男人谁受得了了 对不对啊 是的 你要是男人你受得了不了 天天跟你吵 天天讲你不好 对不对啊 强势的 他什么关了 他什么关了 不得了的 什么关了 他 就是他先生就是要跟他离婚 就是要离婚 你伤到男人的自尊心了呀 对 你伤到人家了呀 这种男人本来就是小气 对不对啊 那你这么伤他 你伤他之后 你孩子来了吗 讨债回来了呀 嗯 有的女人们爱孩子爱胜过老公的呀 老公男人们也嫉妒的呀 突然之间你爱他不爱他了嘛 那你很多爸爸嘛 就是因为跟自己的女儿 跟自己的儿子嫉妒嘛 最后婚姻没了呀 这些都是人文的啊 这些都是心理学 没有我们过去学的必修课之一呀 哦 这都不懂啊 你爱爱情这个东西 你对一个人特别好了之后 你一转移 马上这个这个爱情就变了呀 对方受不了的呀 听不懂啊 听不懂 就是没就是我无名呀 无名带来无知呀 再加上鱼吃呀 你男人要做好准备的呀 孩子生出来 那么之后妈妈当然要给他照顾孩子了 你就跟孩子吃醋啊 但是男人们就是吃醋呀 那么女人和他都想不通了 怎么跟自己孩子还要吃醋的了 那么女人们就不会调节 老公跟自己孩子的感情呀 所以为什么现在结婚的 大家都不生孩子了 因为爱情还守在一起呀 养了孩子们 等于大家就白白了呀 没什么感情了呀 嗯 所以很多母亲 有了孩子们 他当然老公不要了 那个时候他疼出来的 所以你去看多少女人离婚嘛 就是要孩子呀 要你老公干嘛 老公可以再找的呀 你狮子王没看过啊 人性跟动物的本性很像的呀 对不对 你看母狮子 他可以随便找个熊狮 但是他自己母狮 把自己小狮子生出来之后 他就视为他的生命啊 这不一样啊 是啊 是啊 不懂啊 你们哪有个师父怎么跟你们讲啊 你说你毕业之后 爸爸妈妈跟你们讲这些 还是外面有谁跟你们讲啊 老师老师又没有了 老板会跟你们讲这些的 所以婚姻出毛病了呀 又没人照顾你们身体 身体出毛病了呀 想来不及找个依靠 依靠靠不住吗 好了 灵魂又出毛病了呀 忧郁症了呀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的 感恩师父 紫薇开始 那师父啊 他像作为他这种女强人 如果就是 女强人不让他一个去了 他不敢 他自己觉得他女强人 他不敢 他的命就是跟着孩子生活 以后孩子还会离开他的 养到了之后 孩子也会离开他的呀 太强了 强什么啊 这世界什么强人啊 有什么用啊 这世界强的人多呢 对不对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 对不对 强到后来 你总会有人比你强的呀 听不懂啊 听不懂 听得懂 好的 感恩师父 紫薇开始 还有师父啊 就是像这种夫妻的婚姻 有没有 就是就像我们369有结束 婚姻是到几年 到几年是有结束的 婚姻们一般的 结婚之后 两三年当中都是危险期呀 过了五年之后才变成稳定期了呀 过了五年 一般那么过去古时候说 一两年当中结了婚 生孩子了呀 孩子两三岁之后 这对夫妻才算稳定呀 一年当中最危险 因为过去不生活在一起的 生活在一起之后 懒惰啊 肮脏啊 什么都出来了呀 骂人啊 下流啊 什么都出来了呀 暴露了呀 听懂了吗 好的 你这样讲 同学回去听 肯定会 会好很多 嗯 这样 师傅啊 就是同学晚上精神很好 早上起不来 每天都是12点以后睡觉 早上7点以后起床 熬夜对身体不好 他是应该硬 逼着自己 调整自己的生物中 还是不要强求自己啊 能调节自己生物中的最好 从道理上来讲 当然应该早起早睡早起好了 做不到呀 你像师傅一样的 做不到呀 做不到嘛 自己白天抓紧时间 一会儿打个短 一会儿咪一会儿 那么精神就好了呀 调节呀 只能靠调节呀 嗯 听不懂啊 好的 嗯 美大了 我希望你不是在讲我就好了 非常感恩了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跟你开玩笑 这种人熬夜的人太多了 哈哈哈哈 小妈小丫头 对呀 我真的应该早点睡呀 昨天稍微早睡一点点 今天精神就好很多了 嗯 是啊 师傅后面又要闭关了 对呀 嗯 十天嘛 嗯 师傅跟你们说了 但是看到师傅闭关以后 身体好起来也很开心 对呀 精神要好 身体要好 人呀 有的时候太烦了 太烦恼 听得懂吗 嗯 嗯 师傅还有就是 嗯 就是师傅 嗯 同学说 他们念大悲咒 四十九遍 加上吃全素 嗯 就是之前说 不要做太大的坏事 又能避免癌症 那么这四十九遍大悲咒 是否要专门祈求 不生恶病啊 不一定的 你你人好 念经人好就没事 哦 挺好的 嗯 嗯 嗯 好的 好的 还有就是 呃 问一下 那个 呃 就是 呃 问一下 我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阿姨 呃 他那个 你他从来没有跟师傅 讲过话 他也挺不容易的 然后 呃 他 他跟你讲两话 你给他开述几句 嗯 师傅你好 啊 我 第一次跟师傅通电话 嗯 请师傅加持几句 自己好好努力 这么大年纪了 已经荒废太多的时间了 听得懂吗 想想自己一无所得啊 你都到了什么了 这么大年纪到到现在 对不对啊 人生八十岁只有三万天啊 你你过了几天了 你还有多少天可以过啊 想一想了 不要再去给人家搞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 好吗 嗯 好了 自己做努力吧 明白吗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肯讲人家不好了 只有你们师傅傻傻的 有的人讲了人家还骂我 像你讲了你不骂我就好了吗 明白了吗 好好谢谢师傅 嗯 好好修心 哦 嗯 师傅有个同修 考试还没出来 嗯 求师傅加持一下 嗯 好好努力了 多念经 好吧 菩萨都会加持 好了 那感恩师傅 嗯 好 再见再见再见 喂 你好 欢迎师傅 啊 你好 师傅你好 感恩师傅 感恩关西菩萨 让我打出电话 嗯 师傅 我带同修问一个问题 嗯 同修梦到师傅给他儿子看图层 说数量不够 还差一千只螃蟹 同修感觉这一千只螃蟹都在儿子腿上 今想放生一千只能再吃吗 现实中 他儿子是共计失调脑病 走路知识不好 已烧送了六百多张小房子 新许愿三个月再烧送五百张 已经烧送了一百六十张 许愿给儿子 再放生一万条鱼 已经放了几百条 他想问这一千只螃蟹 到底是和放生有关 还是和小房子数量有关 放生 如果是放生的话 放生 哦 那是放螃蟹还是放鱼 放鱼就可以 嗯 放鱼是吧 哦 哦 好的好的 咱师傅吃杯开始 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个师兄帮忙安装 菩萨像 靠背的板子 他把板子带到了卫生间 去锯木头 另外一个师兄觉得不干净 但也没说什么 设国台的主人 不知道这件事情 设完国台后 主人梦到 国台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 现在国台已经供奉半年多了 请问这个板子 是不是要换掉 针对这个要练礼国吗 什么板呢 什么板 就是他安装菩萨像 背后那个板子 哦 背后的板子是吧 嗯 可以啊 可以留着 没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拿掉了 就他现在是 这个主人他梦到 就是吃佛 他安装菩萨像 板子的这个同修 他把板子带到卫生间 去锯木头了 哦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这个不要念礼佛是吧 念三遍 嗯 因为新的嘛 还没完全装上去啊 装上去了 已经半年多了 哦 再拿下来 哦 他再拿下来 啊 拿下来 他拿下来干嘛了 不是 他没有拿下来 就是他现在 就是这个主人梦到这个 佛台 啊 那就是做梦 那就不干净 没关系的 不干净 没关系的 那他要念礼佛吗 要 呃 要念几遍师傅 多念一点了 礼佛念个三遍到七遍都可以 好的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 这应该是 啊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同秋梦到坐在陈师兄的车上 看到路上有一只很大的鸟 做梦人把鸟抱上车 鸟变成一个胖小孩 陈师兄说这是怪物 叫做梦人丢掉 做梦人说不能丢 我要抱回去养 陈师兄就说 说不定这小孩子有毛病 别人才把他丢路边 这个小孩抓住做梦人不放 孩子全身都是红点 好像长了麻疹 不一会就把做梦人传染了 但他还是舍不得丢掉孩子 他把孩子送到医院 但最后找不到孩子了 请师傅自备开始这个梦境 这个实际上 这种人正在怀孕 实际上就是说 他这个怀孕的这个孩子 他还是讲的这个孩子 孩子讲的这个孩子 讲这个孩子 讲这个很不容易的 讲这个孩子没有办法 师傅 最后就是我 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最近两年 总是出事 就是去年的左脚摔了一脚骨折 好了 今天这次右脚又被桌子砸了一下 很肿 现在是我想问问师傅看 我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记住了 如果你正好是369 那就是大劫化成小劫了 砸两下 多砸两下好的 消灾了 我告诉你很多人 一个很多小灾就消掉一个大灾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听懂了吗 不要以为呀 很多人说倒霉倒霉 我告诉你了 你都没有小倒霉 你就大倒霉了 对的 其实菩萨已经救了我很多次了 知道我们就好了 明白了吗 好了 明白明白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了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